同学们,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咱们班今天又来一位新同学,他叫白静轩,白静轩同学请进吧。 大家好,我叫白静轩,白静轩同学是一个从小学习优异的好学生,他在XXX高中高考是第一名,你们有什么不会的题,不懂的知识都可以去问他。 白静轩同学,你随便找个座位坐下吧。 刚才是什么声音啊,打扰老子睡觉。 那,那个女孩是谁,看着好漂亮。 好了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 下课吧。 那个,你应该是叫白静轩吧。 你是? 我叫陆宇,是这个班级的班吧。 你,你好,陆宇同学。 出去溜达溜达吧,不要总呆在教室里,我去户外等你。 快看啊,宇娇,陆宇学长来了,终于来了,我要赶紧去表白,不然没机会了,快去吧,宇娇。 宇娇,有事吗? 有事的话就说是。 陆宇学长,人家喜欢你,可以接受我吗? 不好意思,我不喜欢你,我会有我自己喜欢的人。 为什么要拒绝我,我又精致又多精,我哪里不好了? 你是挺好的,但我就是不喜欢你的类型。 还有,你说的那些都不是万能的。 静静。 静静,你终于来了,都快等快了。 你,你有什么事吗? 你,你这是干嘛? 你说呢,小可爱。 嗯,好,好了,别亲了。 天哪,宝宝,你看,白静萱和陆宇相爱了呀。 是啊,是啊,看来才能带你,又多了小情。 可恶,那新来的敢跟我抢陆宇哥哥,给我等着。 放学,我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我让白静萱吃不了,都在走。 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了,我也赶紧回家吧。 这,怎么还遇见他了? 小静静,怎么自己一个人走出来了? 要不要我送你啊,大晚上的,一个人回家,都不安全。 不,不用了。 哎呀,别那么不领情嘛,又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把我送到这里就行,你先回去了。 那,那好吧,你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给我发信息。 好,拜拜。 时光已不在漫长,以为你的存在。 梦记你弥漫三方,以为你被变爱。 能够在相遇下,美丽争吵在,给你是外。 喂喂喂,白静萱,你TM的给我站住。 怎,怎么是你,你为什么跟踪我? 我跟踪你就是为了给你一点颜色瞧瞧,你挺能耐呀。 一个小贱人还敢跟我抢鹿鱼,你知不知道老娘喜欢她啊? 可是我没有抢啊,是她自己走过来的,不是我逼迫她过来的。 如果你要是喜欢她,我可以跟她保持距离呀,我完全没有跟你抢。 你个小贱人还敢嘴硬。 啊,好痛。 你个小贱人,我今天不怎么好好的教训你。 羽娇,你在干嘛? 骗我住手,不许动她。 鹿,鹿鱼哥哥,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再不来,静萱就要被你踩害了。 不,不是的鹿鱼哥哥,你听我解释啊。 鹿,鹿鱼。 好了静静,不要怕,有我在。 不,这不是真的。 鹿鱼哥哥,你竟然抱她, 我都没有被你抱过,你为什么? 闭嘴,把你的坑给我闭上。 还有,别让我闭上了。 啊,气死我了,凭什么鹿鱼哥哥那么关心她? 她到底哪里不比我好? 那个,我到家了,谢谢你送我回家。 要不要来我家啊,我一个人在家,无聊。 这,这就不用了吧。 静静宝贝,你怎么可以拒绝我呢? 你,你叫我什么?谁是你的宝贝? 你就是我的宝贝啊,你难道忘了吗? 那回我都亲吻你了,所以你就是我的宝贝啊。 走吧,静静宝贝,我们回家吧。 嘿嘿嘿,静静宝贝,我们来亲一个吧。 你,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乔柳的瓜。 嗯,我的初吻啊,这次怎么这么用力? 哈哈,静静宝贝的嘴巴可真甜。 下次我还要来哦。 不客气,陆宇,你的无良心之人,你把我的初吻夺走了。 好了好了,宝贝,不要生气嘛,我先去洗澡了,你不要乱跑哦,不然我可是会生气的。 哈哈哈哈,静静宝贝,我有个地方没搞明白,你过来一下。 哦,来了来了,这么大的人了,洗澡怎么还有个地方搞不明白? 嘿嘿,好期待啊。 喂喂喂喂, 宝贝,你可终于来了,人家想死你了。 陆宇,你快放手。 不嘛不嘛,我就喜欢抱着你。 陆宇,无趣。 那我就来个更无耻的楼。 陆宇,你干什么,快放开我。 为什么要放你,可是我宝宝。 我抱我家宝宝,难道不应该吗? 陆宇,你混蛋。 看来你不乖了,那我就好好的给你一点小惩罚。 陆宇,你要做什么? 好,好,好痛哦。 宝贝醒了呀。 陆宇,你的大坏蛋竟然对我做出这种事。 怎么,难道宝贝还想再继续吗? 哼,你再故意挑拨我。 好了,宝贝,不逗你了。 今天是周末,我们出去玩。 记得穿好看一点哦。 我知道了,但你要先出去一下。 好的,宝贝,我等你哦。 哇,好,好美,腿好细。 奇怪 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 小脑袋想什么呢 是不是想我呢 我 我才没有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我们去游乐园玩 好了下车吧 我们到了 是哪 好高啊 第一次坐热气球 有点恐高 路于你 乖 我抱着你 你就不恐高了 我会保护你的 他的一举一动 总感觉身上有小火炉 真的好温暖 路于你能不能不要 总是一直抱着我 我这是在保护你啊 我抱着你 你才能安全 而且还能体会到你的温暖 我的意思是 你抱得太紧了 又女哥哥好巧呀 你也来游乐园玩了呀 吓我一跳 怎么还碰到雨娇了 真的是服了 嘿嘿 路于哥哥 你看人家今天穿的衣服 好看吗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穿的 衣服好看是好看 就是跟你本人不合适 这件衣服跟你一点都不搭 以后还是别穿给我看了 我觉得恶心 哪里不合适了呀 我花了六千多买的 真的不好看吗 难道不比那个小贱人好看吗 把你的嘴巴放干净点 我家小静静你才不是小贱人 还有我不打女生 以后别再让我感到 你嘴巴这么脏 我们走吧 不用管他 可恶 气死我了白静轩 你给我等着 等等 白静轩的衣服挺好看啊 肯定是路于哥哥给他买点 我要拍下来再网上买一个 我穿上肯定比那个小贱人好看 哈哈哈哈 终于到手了 天色不早了 我们回家吧 静轩 好 走吧 那我们快上车吧 路于哥哥 人家怕黑 可以方便送我回家吗 不好意思 我不方便 你可以打车回家 没事没事 你上车吧 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哦那谢谢姐姐的好力了 亲 装什么好人啊 行吧行吧 你们上车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谁让你坐副驾的 坐到后面去 这是你能坐的位置吗 可是路于哥哥 我坐后面会运车啊 还运车 我看你就是故意把战 副驾师只能是我家静轩的 你赶紧坐后面去 不然我就给你扔出来 那那好吧 路于没想到 你就来弄这种力气和我说话啊 我就先送你到这了 那路于哥哥 我们能不能方便家的 我们去公寓睡一晚了 时间不多了 好 嘿嘿 到公寓了 我先去洗个澡 你可不要乱跑哦 我知道了 你去洗澡吧 你去洗澡啊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我们是情侣了 为什么还要敲门 我们什么时候成为情侣了 宝贝 你怎么能装失忆呢 看来我还得要惩罚一下你了 恢于你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啊 你干什么 你说呢 能不能别气了 嘿嘿嘿 宝贝的罪可真甜 下次我还要 祝宇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 你这样太羞耻了 那你的意思 是想让我换一种方式咯 你 你还想干什么 你别乱来 啊 你快松开 看来只能直接来了 啊 你放开我 不然我就喊着命了 这是十四楼 你喊不喉咙 也没有人来 再说了 我们不是情侣吗 这样不是很正常吗 啊 呃 腰好疼 昨天被鹿鱼 那个王八蛋 给折腾的都没力气了 算了算了 还是先穿好衣服吧 再把头发整理好 嘿嘿嘿 静静宝贝 看我今天的绝世品 衣服好看吗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穿的 好看好看挺帅的 那走吧宝贝 今天要去见家长了 什么 见家长 发展这么快的吗 宝贝 难道你不想和我见家长吗 我妈妈都同意了 啊 没有没有我愿意的 嘿嘿 那我们走吧宝宝 来 上车 好 我们到了 我做到这儿了 发什么呆呢 走吧 我带你进去 哎呀 这就是静萱吧 长得真好看 听我家陆宇说 你不仅学习好 还温和善良 看来你和陆宇很般配呢 呵呵 阿姨你好 初次见面 我又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哎呀 能回来就行 不用带什么礼物 还有不要叫阿姨 改个口 要叫吗 哎 好儿媳 你和陆宇什么时候订婚啊 我都想要抱小娃娃了 啊 这 好了老妈 别逗她了 小萱想什么时候订婚 按照她来办吧 好好好 马上老夫老妻了 都知道理解对方了 妈 怎么就你在家呀 我爸去哪了 他去公司了 哦对了 今天晚上有个宴会 你们准备一下 有老妹也来 好的妈 我知道了 我先带小萱出去玩会 马上回来 小萱 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情 可以的 你问吧 就是那个 我爸说的订婚的事 我们毕业了 就开始举行怎么样 我都等不及要和你在一起了 我考虑考虑吧 那我懂你 不要考虑太长时间 因为我是爱你 小萱想什么时候订婚的 我都想做她的小娇妻呢 妈 陆宇哥哥来了 我要快点去找他 去吧闺女 妈助你一并之力 等你成为了陆家妇人 咱们家可就有福了 妈说得对 我马上就去 陆宇哥哥 你终于来了 你找我有事吗 你找我有事的话 你就说是 没有事的话 你请你离开我的视线 陆宇哥哥 人家喜欢你 你可不可以和我在一起啊 这是我第二次向你表白了 希望你能同意 哦 等我当了一家太太 我们家不许会更有钱 而且还没有远感恩我呢 到时候我想欺负谁就欺负谁 说过 我不喜欢你 我既然拒绝了 我就不会再喜欢了 而且我也有喜欢的人了 还要你可以死心了 以后离我远一点吧 不然我家小媳妇会吃醋的 为什么啊 我们同样都是妇人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白静君家里那么平凡 你还那么喜欢他 无论他是什么样 我都喜欢 轮不到你来指手骂脚 不是 那个女人是谁呀 他是怎么给凑热闹的 他不知道我儿子有女朋友了吗 好了 兄爱 在现场找朋友生气 等宴会准处 我带你去酒店 嫂子 等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小媳妇 你来了 不行 陆 陆与哥哥 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真的很爱你 我想做你的夫人 我们同样都是富二代 为什么你就不能接受我呢 雨娇 你干嘛 你是不是有病 你快点放开 我都说了 我不喜欢你 这 他们怎么会 我们家雨娇果然会办事 是啊 是啊 等他嫁给陆与 我们家就一夜报复了 他竟然敢抱我哥 啊 不是你干嘛啊 为什么要推我 我认识你吗 小媳 你来了呀 我再不来 他就把你抱得喘不上气了 你快点去陪萱萱姐吧 这个小绿茶我来处置就行 好了 小萱萱 不要伤心了 不然我可是会心疼的 不是 这怎么回事 马上就要换成那个丫头来到城堂了 她是不是有毛病了 老公别说了 那丫头是沐宇的妹妹 让她听到了可就不好了 小萱萱 以后你就是少夫人了 我会保护你的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凭什么推我 我推你是你活干 就你这样的 你也配抱我哥 你做梦都别想 我哥都嫌你脏 还有 你是新鸡女吗 这么喜欢勾搭别人的男朋友 还有少夫人的位置 除了萱萱姐 谁都别想 你就更不配了 妹妹 你怎么说话的 我可是你未来嫂子 麻烦对你未来嫂子尊重点 我可是要嫁入你们钻桃门的 我呸 你想都别想 我爸妈和我哥是不会同意的 还有别叫我妹妹 我可不认你这个嫂子 我未来嫂子才没有你这么心机 你 你说谁心机呢 小萱萱 这里太吵了 我们换个环境聊天吧 那个 可以放我下来了吗 那好吧 我的夫人 奇怪 陆宇哥哥哪儿去了 我他妈看不下去了 我今天非收拾那个心机也不可 老妈你来得正好 你知道陆宇哥哥哪儿去了吗 别叫我妈 我嫌恶心 还要你配在我面前提起我儿子吗 你不配 还要你想加入我们家豪门 你想提去吧 你酸个什么东西啊 你配进我们家的豪门 阿姨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我一个千金小姐 还比不上那个白静萱吗 哎呀 亲家母 你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家小娇喜欢一个人 没有什么错吧 我家小娇喜欢上你家儿子 也是有福气呀 真的是福了 老妈把这两个母亲赶出去吧 在我们家宫殿里乱狗叫 真的太影响环境了 哎呀 你这个小丫头 怎么这么没有 不是阿姨 你怎么这样啊 是啊 是啊 你怎么就这样赶我们走了呢 我闺你说的没错 你们两个母亲 在公园里太影响环境了 还是赶紧走吧 就是就是 以后那些有害事情给我打了 你们赶紧走吧 再不走的话 我就让管家给你们弄出去 闺女 我们赶紧走吧 小萱萱 你先去我房间休息吧 我先去洗个澡 去吧 哎 根本睡不着 怎么了 小萱萱 不舒服吗 我看你脸色好像不怎么好 没有 我是你啊 睡不着 那我给你讲个爱情故事吧 从前有个班大 在班级的地位很高 小萱萱 我爱你 小萱萱 我爱你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奇怪 陆宇呢 算了算了 先穿上衣服出去找找吧 陆宇也不在呀 客厅里也没有 算了出去找找吧 等等 陆宇好像在哪 你来了呀 你来了呀 哈哈 请吧 进去 二位 欢迎光明 请随便挑选座位坐下吧 小萱 你觉得这家餐厅的牛排怎么样 嗯 没错 非常美味 我很喜欢 喜欢就好 以后我天天带你来 嗯 谢谢你 吃完了吧 走吧 我带你去外面吐透气 小萱 就是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情 可以你说吧 就是我们结婚吧 我等这一刻等了好久了 可是我们体质不同啊 你那么有钱 而我 你说什么呢 你难道没看过水火链那个电影吗 小燕是火 阿波是水 我们体质不同没关系 但我们可以像阿波和小燕一样 水和火都能在一起 今天可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啊 是啊是啊 咱儿子可终于结婚了 快看 新闻来了 我的婚礼 新闻你太美了吧 白静萱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新闻可以亲吻心你了 我慢慢用解决的 大喜 小毒 好